月妹妹 你怎么不说话 你是不是病了 月妹妹 月妹妹 夫人 我们回去吧 月妹妹 月妹 父人 不好了 南后 南后她来了 郑秀 拜见魏美人 拜见魏美人 你们这是干什么 南后 快快请起 快 把东西都拿进来 你本是南后 后宫之主 臣妾仅仅是个美人 你这样做 岂不乱了身份尊卑 什么身份尊卑呀 妹妹是天女下凡 众方花魁 姐姐见了只有喜欢二字 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 再说了 这女子的容貌若分品级 妹妹必是先出天后 我惭愧得连个势币都比不上 所以只好金钗不群地来拜见妹妹 南后这样抬举臣妾 让臣妾惶恐万分 妾不可再叫我南后 否则啊 让我无地自容 今后你我就以姐妹相称 我愿留在张华台 日夜伺候妹妹和大王 就怕 就怕姐姐 搅扰了妹妹的亲戚 不 这伺候二字怎可胡说 这偌大的宫殿空空荡荡的 就我一个人住 姐姐要是愿意时常过来与我说话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有何搅扰 谢妹妹不去草莓之恩 姐姐 你这不是折杀我吗 好妹妹 好姐姐 好妹妹 好姐儿 好 Anfang 我叫你 好妹妹 向上 莲儿见识短 从没有见过这么标致的长发 岂止是你见识短 我又何曾见过这宛如丝绸的绣发 曾经我也为自己的长发感到骄傲 可今日与妹妹一比 真是井底之娃 不过我这儿有一方子 是早些年魏国美人勋姜王后护理绣发用的 此方先要采摘精灵草白纸山系宫殿香心仪晒干 再加大黄粉丹皮细心细细研磨成粉 加少许麻油拌匀后晒干制成 待头发洗净后将粉膜撒在头发上 再用壁子细细避去 用此方后不但可使头发香气息人 还能长久保持柔软光泽细腻如丝 妹妹 你不妨试试 都说宣江睁发如云 不屑敌隐 原来是有这么好的方子在帮她 可是这个秘方太过繁琐 妹妹是慵懒之人 繁琐之事都避之不及 哪用得着妹妹亲自动手 我那儿就有县城的 莲儿 一会儿跟美人端一谈过来 是 妹妹怎敢如此劳驾姐姐 你我姐妹相称 还分什么彼此呀 那 谢谢姐姐 拜见大王 臣妾 拜见大王 臣妾拜见大王 起来起来 都起来吧 你们这是 我听说美人妹妹刚刚入宫 人帝两生 唯恐下人伺候不周 特来照应 我们已结为姐妹 愿同心协力 共同侍奉大王 同心协力伺候寡人 男后姐姐一片赤诚 体贴入微 待臣妾如亲姐妹一般 男后宽人大度 开城相见 实为后宫楷模 看到爱妃相处得如此和谐 实在是寡人之大幸 大幸啊